好,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,像這樣的數列 第200項等多少 我們看這個數列的規則 他一的話有一項 二的話兩項 三的話三項,一之類對 好,那這樣 第200項呢 是哪個數字呢 好,我們看看 我們假設 這個第200項的話 他的數字的話 就是我量分群 這是第一群,第二群,第三群 那這DN群的話 DN群的話 它有N個數字 所以我從第一群到DN群的話 總共相數多少 就是1加2加3 加4 點點點 加2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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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的話 它要求第200項 那我假設剛剛好 我就約 約是等於200項 或者是說 我就說 它是小的等於多少 兩百項 我就說 第200項的前面那一群 它N是多少 那我現在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是2分之N N加1 這個是小的等於200 那我把它解出來 N 加2N 加2N 減掉400 這小的等於 0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那N的話 它是小的多少 小的等於2分之 2N-V 加2N-V 1加上多少 1600 這約是多少 約是等於2分之多 3N-V 這個大概是1600 開放變成44 所以你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是等於那個 那這裡就變成39 39 這40嘛 40-1是39 那是 21-2 298 19點多 所以它N 它是小的等於多少 N 它是小的等於19 也就是說 最後那一群的話 是19 那個 第200項的話 是它的後面那一群 我們可以把它帶進去看看 帶進去的話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如果是19的話 這總共有幾項 總共有幾項呢 N等於多少呢 2分之19 乘以20 等於多少 等於190項 到達第19項的最後一項 這總共有190項 那你在什麼呢 你在那個加10項 就是 第200項 下面那一群的話 它總共有20個數字 所以 第200項的話 是在下一群 下一群的話 是 下一群的話 它有 下一群它有20項 然後每一項都是20 所以答案的話 第200項 是本20 所以答案是20 所以答案是20